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突破20%了 这一届应杰生将跟上一届和上上一届的十个世界们 共同经历史上最难就业季的第三季 这个大剧最近这几年年年更对吧 楼市和应杰生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找不到买家 咱就不说楼市了 享受了房地产红利的这拨人 投资了一些房子 现在看形势不对 想出手落袋为安 但是木然回首发现无人接盘 后继无人了 青年人不买账 你砸在手里 这是国家这部大企的一部分 当然咱孩子接着说 青年人他为什么不买账 是有情可原的 经历了三大卷 首先千军万马几独木桥 考试考学不容易 之后是毕业后找工作的艰难 再之后职场996 微博的收入 这种情况下 职场如战场这句话 真不是一句比喻 瓦格纳雇佣军团成不起我 人家在那边当炮灰 咱在这边当韭菜 大家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感受 只不过最近人家不玩了 不忍了 来了一轮物理破防 给我们一点点启发 当然啊 最近这事已经和解了 是吧 这两天马上就各自归位 但是抛开年轻人这也不说 咱再说一下 这不还有中流砥柱吗 35岁这帮怎么样 他们经历了史上 史诗级现象级的裁员 俗称35岁现象 并因此拥有了自己的性命 对不对 所以岂敢为国结盘 又怎能用外发电 我们的职场 楼市 养老 抚育后代这些事情上 一直在惩罚那些 正常行为的普通人 你做的越多 付出代价越大 所以到最后 声誉就成了一种投票 就跟瓦格纳军团 用脚投票一个道理 大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传递到生育这个环节 大家看一看 2016年 新生儿的数量是1846万 2017年是1758万 这还是在有二胎加持的情况下 随后就一路下滑 到2022年 新生儿的数量只有956万 今年 眼看 不会比去年好 结婚买房生孩子 三座大山 大家都在琢磨这件事 但是年轻人先起步 先就业 先找一份工作 养活自己 已经实处不易 然而此时此刻 这些毕业生们 看看你旁边的同学 有没有三代烟草人 三代电力人 三代铁路人 三代某某人 他们代表了一个 特殊的体系管道 这些同学在毕业之前 就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 如何准备为人民服务 这一刻你惭愧不惭愧 你落寞不落寞 你有没有感觉到 在觉悟上 跟对方巨大的差别 在处境上 跟对方巨大的鸿沟 这里不是讲段子 在经济增速减缓 储蓄率升高 以及老龄化的 这种经济环境下 一般会有个特征 就是财富的增值 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发展 都受制于代际的传承 会比重更大一些 也就是说 继承财产和资源 以及上一辈 对下一辈 未来的发展 扶上马 护送着走一程 对他们未来的处境影响 将越来越大 那么没有这些机会的人 怎么办 就会面临更强的分化 这跟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那些普通人 不是三代人的青年 可以通过劳动和创新 去获得机会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想一想 年轻人在如此的处境下 你再去说 我要去把生孩子 买房子 扛在肩膀上 他们让我们不要躺平 要站起来努力 怎么努力 奔赴莫斯科吗 所以其他的人要冷静 我们不能光看着 瓦格纳军团的单向奔赴 冷静下来想一想 这一生应该为什么而战 无了